西港区中山路台十九山人保守之前的白水稿 因为没湿地好人 市上有车流因为火车才是没注意报到去水稿了 作新市民交通用路的安全 在完年参算令长期间发现问题时 光经邀请上官的单位进行火车 希望可以尽出经费湿地好人 因为我们西港中山路 南保室子 头前有一个大牌 大牌水稿的跨度300公分 它的浅度超过180公分 在九年刚刚有看到一个疫若在那里发生 阿军我就亲身在那里走一座 我发觉那里虽然有做反观的警示 可是毕竟你车流走到那么快的时候 往往就会落下去 那是非常危险的 经过家庭的火烤之后 跟上理会林准显的协助 港町亭在最近顺利来完工 设完你参算令长期君 也很感谢林准显理会的帮忙 让市民的处理可以更加安全 因为我们这条路车水马龙 就是那条路车上下班的时间车量很多 那你大小车针到的时候 往往小车稍微擦撞 就有落下的疑虑了 所以说这段如果这样做起来 就是我们的用路人在经过这段时 就会更安心 我也很感谢立法委员林俊县委员 他来尽出这个经费 让我们这段可以顺利完成 很多每天需要经过这条道路的民族 也表示说 他没做火烂的时候 最上的发生意外相忘 现在有了火烂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够更方便 我们听什么聊的 算了三港的彩虹报道